那江队来讲 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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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喜欢输赵 现在三比一 孔灵辉发球 这个球呢 也是 他的一个独有的技术 这种球呢 都是一般要很高水平的这个选招才能发出来 孔灵辉呢 在43届世界乒乓球比较赛上一举成名 刘伟良毕竟呢 已经在43届 在93年的戈登堡已经抱成了卡西的队员 就排到了前边 然后呢 紧接着就成了世界第一 一直保持了很久 大家看到的就是大雷的拉拉队 他们专门的从天津赶来了 大家看到韩国检手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Gfort 一一直不仅是支持着着这个世界锦雕赛 而且在平时呢 对中国乒乓球总是站得住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 大会这个董事长啊 这个 巫哥维也主动寄出来 把这个 休息人让出来中国队 把人 所以 这个 这个 作为中国运动员来讲呢 那么 很多华人呢 也是 参加了这个乒乓球队的选手 其实都像亲人一样 让他们签字啊 热心 热情 有什么困难的 其实经常打电话 帮助解决 即使是有的时候 诉求也基本上能够 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它是比较稳健的这种类型 就是他跟大伙在一块 热闹的时候呢 他也很爱说要静 他比较喜欢有时候 自己啊 看看录像什么 对 尽管他是淘气 但是他是非常懂礼貌 有时当教练 他得在旁边等着 后来呢 据说是有一次是到了 把他送到幼儿园去了 那个孩子呢 有的时候你强行的 让他去做什么 可能不行 他主动的呢 孔灵辉 好像他是有数个学生 是他养的 孔灵辉出钱的 当时邓雅平呢 是到了现场 所以为了看孔灵辉 他们的比赛啊 那些孩子可能走了 二十多里山路 当会也说 要想打好球 首先做好人 他这个 他这个看法呢 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做人的道理 和打球的道理呢 有很多几个方案中 选出了一个 带有中国特色的 景泰兰的一个杯子 那就是说 获得最佳运动员 称号的选手 他的规定是 一场比赛 普通比赛是五十分 进入前十六 一百分 进入决赛 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分 所以最终 得分高的 肯定是进入 现在场上比数 是四比五 女子的 决赛 女子的决赛 已经定了队了 我们中央电视台 第二套节目 将现场直播 女子团体决赛 介绍一场 四分之一的 男团的决赛 就是进入 前四名的比赛 那么按照 是韩国的 一个年轻的小将 这个队员 拼劲很足 而且反守卫的 实力呢 不弱 好的 有的时候 在拉的时候呢 他拉出来的球 明显的可以看到 弧线是拐弯的 拐弯的 好的 这个球呢 稍微轻了一点 他也呢 来到这儿 被列为这个 一个评论员 他也在为 好的 孔宁慧的这个技术 全面就在这儿 因为孔宁慧呢 他应该说 他技术是 比较全面的 一个运动员 那么但是在这个 关键球是要处理的 那么通过自己 调节 调整以后呢 特别通过了 去年 东西以来 那么他自己 在这方面 两手 而且呢 有的球都是 在落后的情况下赢的 像以前的话 他一般都是 比较打顺利的球 都是领先了 他的产子 都是在落后的 一个情况下 这个赢的 就像那天 对一阶 他对那个 比例式的赛 对球没出台 赛上面两票了 这说明 球处理的很好 大家看 台内球 这些球 如果说 从第一场 和第二场来讲 都是比较紧张的 尤其是在第一场的时候 关键的时候 对 如果第一场 就有变化 对 可能会对这个球的感觉 还是非常好 特别是对这个空间 和球的速度感 刚才这个球呢 尽管他领先那么多 师傅 但是他 也叫了一下 就高兴自己 一定要抓紧 给连同 小 waren 但是 就 compassion 有的时候 那 准备 hakk 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